日前纽约时报刊文称,中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关于了夏威夷山火的虚假信息,包括宣称下周山火由美国测试的秘密气象武器引发等,并在互联网上散布传播,以此来挑拨美国社会内部的关系。 请问中方对此能否证实? 有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,所谓气象武器的说法最先来自美国媒体,中国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只是进行了援引和转载,不存在炮制散布虚假信息一说,真正在炮制和散布虚假信息的是纽约时报。 事实是,面对天灾,中美两国人民从来没有袖手旁观。 新冠疫情爆发之初,美国企业和人民纷纷捐款捐物,向中国人民伸出援手。 随着疫情在美国蔓延,中国地方和民间紧急筹措物资,千里驰援美国二十多个州市,得到美方人士的高度评价。 去年八月,重庆山火,中国西南大学的美籍教师扛着邮聚上山救援,中国网民纷纷点赞。 夏威夷州爆发严重山火之后,中方也是第一时间慰问,并表示愿积极提供必要的帮助,这些才是中美地方和民间交往的真实叙事。 我们奉劝美方有关媒体遵守真实客观中立的原则,停止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。 谢谢。